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要独自离开 一步一驱跟在他身旁 夕阳将他七双赛雪的长宗染上了一片柔顺的光泽 人马皆是依依不舍 夜天离无奈 懒散地靠在追消身上等着他们道别 却见内市省总管孙世安骑马从建章宫那边过来 奇怪问道 孙世安 你不跟父皇去明城殿 何故又回来 孙世安带着两个内室下马给夜天离行了离 笑道 皇上命老奴带句话过来 良居玉竹乃是奇缘 今天便将这匹月影宝马赏赐给凤姑娘了 清晨文言大喜 领旨谢恩 亦对孙世安道 有劳太常事 亲自跑一趟 孙世安道 这是分内的事 姑娘今日在史罗可汗面前给皇上挣了颜面 咱们都十分佩服 老奴还要回皇上身边伺候 十二王爷若没有什么吩咐 老奴便先告退了 带孙世安走了 夜天离见清晨搂着月影 笑得心花怒放 说道 这下总能回城了吧 再走晚了被父皇传去明城殿陪宴可要麻烦 两人自北门出了上林院 往天都方向而去 不多会儿身后马蹄声响 赶上了一群人 走到他们面前纷纷勒马 有个文静的声音叫道 是十二弟吗 夜天离回身看去 即刻笑道 原来是大嫂 你们也从上林院回来 太子妃骑在黄葱马上对她微笑点头 侍女群净锤身侧典雅大方 气质柔美 看去同太子倒是极相称的一对 紫衣骑装陆皮长靴 被挂飞燕银宫 看了夜天离催生笑道 十二爷 今天练了什么好东西 夜天离道 今日没狩猎只兜了几圈马 怎么刚刚在围场里没见着你们 那少女咯咯一笑 敲声道 我和太子妃老眼看着皇上的御驾偷偷躲了 太子妃皱眉道 刚刚应该过去给皇上请安的 你见了御驾就往东院跑 现在还敢在十二王爷面前说嘴 那少女显然和夜天离他们都混熟了 也没什么顾忌 说道 十二爷又不是没在皇上眼皮底下溜过 边笑着往清晨这边看来 见到月影时 疑的挑起了性慕 夜天离笑道 你躲去东院可错过了一场热闹 父皇今天将月影赏给了清晨 东突觉得胡月公主还在清晨手中吃了大亏 说着对清晨道 这位是太子妃 这是七哥的表妹殷采倩 你在七哥府中没见过她吗 清晨一一失礼 太子妃喊手微笑 殷采倩惊奇地将清晨和月影上下打量 突然道 哎呀 你就是湛王府里藏的那个美人 大伙都愣住 她笑着说 清妃嫂嫂说得果然没错 前几天我还特地到湛王府 结果你出去了没遇上 大哥说 湛哥哥最近脾气大 让我少去添乱 我正着急 见不着呢 清晨见他活泼可人 不禁玩耳失笑 我也听七爷提过你 特意不如敢巧 今天就在这儿遇到了 说话间一起前行 远远已见着天都城门 殷采倩说道 好久没去湛王府了 咱们叨扰晋妃嫂嫂去 太子妃柔声道 你们去吧 出来这么久 太子还不知道 我得先回东宫了 叶天离侧身对清晨道 万一七哥今晚自见张公回来 定还要说月影的事 我可不陪你去哀训吃 讲声音一扬 我约了人 也先走一步 清晨美好气地看他幸灾乐祸的打马离开 殷采倩撇嘴笑道 太子妃一日不见太子便千长挂肚 十二爷从来没有闲着的时候 咱们不管他们 两人并马前行 一路说说笑笑 到了湛王府 清晨随掌管马皮的内侍去安置月影 殷采倩则将马鞭往侍从手中一丢 便向里面喊道 晋妃嫂嫂 晋妃笑着出来 就知道是你 从来都是大呼小叫的进门 府里有客人呢 殷采倩吐了吐舌头往里面看去 晋妃身后布出个光彩名利的佳人 一身醉红银丝斜金螺衣 外照玉色云痕纱 偏偏非仙计插了玲珑布瑶 月眉细长下 她眼中的恋眼随着娇雅步履 焕然生姿 似乎藏着几多繁复的身材 似贫似笑似青似媚 柔软里亦有着夺目的光 她笑着对殷采倩问了声好 谁知殷采倩却将眉眼一凉 原本翘生生的笑意 瞬间没了踪影 不冷不热地顾了顾礼数 便对晋妃道 原来是凤鸾飞凤秀仪在这 那我还是先回去了 庆飞见她对凤鸾飞有些无礼 略带脖子看了她一眼 轻轻摇头 凤鸾飞却并不在意 对殷采倩笑道 看这打扮 是刚从上林院回来 一见我便走 不是还未上次春劣时 那只张子怄气吧 殷采倩细眉一挑 瞅着她道 谁为那点儿是怄气 张子又没说是我的 你光明正大烈了去 算你身手好 不过有些人 你最好离得远些 凤鸾飞依旧明媚地笑着 晋妃微微加重了语气 采倩 殷采倩冷哼一声 我走了 清晨正迎面过来 见她一脸晦气模样 还不及喊她 她便快步往府外去了 晋妃无奈猝眉 凤鸾飞却似乎并未将此事放在心上 正迎谋看向清晨 清晨来到镜前 以静静地将目光在她身上遗落 晋妃无暇去顾及殷采倩小姐脾气 扭头柔声笑道 清晨正等着你回来 这位是御前修仪凤鸾飞 清晨恍然 无怪看着她有些似曾相识的感觉 原来是因为她和凤清晨眉眼间 确实带着几分相似 剑飞知道凤鸾飞有事要问清晨 便说道 你们进里面聊 我还有几件事得去交代下人们办 一会儿再过来 清晨将凤鸾飞请去自己房中 凤鸾飞见到墙上那幅画卷 在细看室中摆设 隐约觉得清晨在湛王府中似乎身份有些特殊 转身笑道 清晨姑娘 恕我冒昧相问 你身上是不是会有一只凤鸾纹身 清晨今日为了骑马方便 穿的是蝶金窄袖旗装 领口胶蝶遮挡着颈下的肌肤 她略意迟疑 点头说道 是有 凤鸾飞见她如此说 在踏前跪坐 伸手将里面银红纹赏的衣巾解开 往下轻轻一扯 露至锁骨处 白底银蝶 偏先敷上 一见之下 清晨不仅愣住 那蝶翼榴莲间清灿的荧光 似乎在她心底轻轻牵扯而过 有种奇妙的感觉悄然升起 那样缓慢 却清晰的 像是自己身体的一部分 琐碎的片段不断涌出 若有若无地穿插于心间 在她想抓住时一晃而过 又似乎没了踪影 她一时间没有说话 凤鸾飞说道 听说 那日九爷见了你身上的凤蝶 大惊失色 险些将你当作了仙无姐姐 不知那只凤蝶 是否和我身上的相同 清晨沉默了片刻 伸手将衣服缓缓退下 一片玉白肌肤呈现在凤鸾飞面前 小巧轻柔的锁骨微微凸起 其上会着同样的银碟 轻虚薄弈 蝶姿招展 仿佛飘然于血色花间 凤鸾飞靠近细看那只银碟 目中掠过四经四喜的神情 他不能置信地抬头 扶住清晨手臂 说道 是一样的纹身 你竟然真的是姐姐 是凤家的女儿 你可知道 我们找了你多少年了 清晨对着突然而来的 显赫家族 似乎并不感兴趣 微笑说道 我想 可能只是巧合 凤蝶纹身并不难绘制 凤鸾飞说道 不会这么巧 这样的凤蝶是仿制不出的 墨云山的摇沙 和朱献情的笔法 天下不可能再有第二家 还有这蝶须 看去似乎是银色 比别处深沉 但其实用的是暗金点缀 此事除了凤家之外 没有人会知道 同样的纹身 只有凤家女儿身上才会有 清晨低头垂眸 不细看 连她自己都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她伸手扶在领口上 慢慢将衣经清隆 似乎在借着这东西 理清什么 而后摇头道 如果说 是凤氏伐门的女儿 便更不会是我 我从来没有见过父母亲人 鸾飞眼中 闪过轻微的诧异 对她的推辞 似有些不解 说道 姐姐幼时便被家中恶奴掳走 父亲寻了这么多年都要无阴性 还以为早已不在世间 你不记得从前的事也不奇怪 清晨眉目淡然说道 我确实什么事情都没有印象 所以似乎不太好轻易论断 凤鸾飞静了会儿 似乎在斟酌她话中之意 这分明有着几分拒绝的意味 她又如何听不出 清晨安静地看着凤鸾飞 羞眉凤眸 穷鼻鹰唇 她微微扭头 旁边一幅铜镜映出自己的影子 恍惚里如出一辙 她心里渐渐有些迷惑 鸾飞一看着那铜镜 似看了好久 她说道 很像不是吗 清晨有些沉默 但却无法否认眼前的事实 心不在焉地嗡了一声 鸾飞道 还有鲜舞 我们姐妹生得十分相像 小时候我总喜欢跟着鲜舞 连衣服都要和她穿一模一样的 大家常常都分辨不出 我们谁是谁 我还学她跳舞 她舞跳得很好 叫人看着就着迷 她停了下来 神情侧然 美目清平时 四汗有一种复杂的暗淡和伤感 仿佛在回忆什么 可是鲜舞已经不在了 那年 在夜雨台上 她为九爷跳了一支踏歌 一曲未完 她突然就倒了下来 再也没有醒 她在最美的时候离开了我们 我们谁也忘不了她 清晨安慰道 仁慈不能复生 她虽然离开了 但必然是希望活着的人 不要太难过 凤鸾飞软声说道 母亲自鲜舞故后 便病倒在床 她也惦念了另一个女儿一辈子 伤心了十几年 如今 她救急缠身 已时日无多 不管是真是假 你可否见她一面 清晨心中一软 并想起不知何时 才能见到的自己的母亲 天下母女之心 接近相同 面对一个牵挂女儿一生的母亲 如何忍心视而不见 思量片刻 她终于微微点头道 好 其他事情暂且不论 我随你去见夫人 也无妨 凤鸾飞见她答应 灿然一笑 拉住她的手 今天太晚了 明日我请人来接你 请继续收听 最灵棱第十八集 名门终顶玉玛堂